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首相身份参拜了 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晋国神社 这是安倍再次出任首相一年来 首次参拜晋国神社 也是安倍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参拜 安倍自2012年底再度就任首相以来 一直不愿就不参拜晋国神社 做出任何的承诺 2013年晋国神社例行的春秋两次祭祀 安倍虽然并未参拜 但都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 向晋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有关安倍参拜晋国神社的更多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健 张健你好 张健你好 有关安倍参拜晋国神社的相关背景材料 你有没有了解到更多的消息 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十几分钟之前 安倍晋三是刚刚参拜完了晋国神社 他到晋国神社的时间 那是北京时间 今天上午的10点半 他乘坐专车到达了晋国神社 随后他是下车并且进入了参拜店 然后整个参拜过程大约持续了17分钟 然后安倍出来之后呢 就接受了现场记者谈的采访 他表示他这次参拜的理由呢 还是说以前非常老套的 为国家奉献生命的英灵 他应该向他们表示敬意 然后他也谈到了说 这个参拜问题是有可能发展成 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的 但是虽然会有各种批判 但他还是觉得 他应该向这些晋国神社里面的英灵 报告他这一年来的执政步伐 因为今天刚好是他执政一周年之计 然后呢 他还辩解说 他这参拜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 创造没有战争的未来 实际上是为了和平着想的 然后接下来呢 关于最关键的外交问题 安倍指出 他是没有伤害中国和韩国的意思 然后他还非常辩解的 把历代首相的这种参拜行为 一个个提出来 比如说吉田茂 还有中曾跟康洪 还有小川纯一郎 他说历代首相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日本一直走的是和平道路 今后他们也会继续寻求对话和交流 然后他还表示自己希望 直接向中国和韩国进行这样的说明 然后他还说 这个中国韩国 还有和日本的关系呢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符合日本利益的 然后接下来他又再次提了一下 他说他第一次参拜的时候啊 第一次当首相的时候 没有继续参拜呢 就对此是悔恨之极了 因此他在选举的时候提出了 这次当首相一定会去拜 这也是他选上的一个原因 然后至于今后是否再会去参拜呢 他暂时不便透露 我们可以从安倍的态度看出来 他对于他的整个参拜行为 还是非常的 是一种狡辩的态度的 实际上呢 安倍这次的参拜是非常突然的 因为之前在面临一周年之际呢 曾经日本国内是给出了多种猜测 都认为安倍是不会去参拜 进国神社的 因为说他会考虑到这时候的 对中国和韩国的外交关系的 但就在今天早上 日本首相官邸是突然发出了 这个安倍要去参拜的消息 也是让各个媒体都是 非常的措手不及 两眼 好 安倍可以说是以和平之名 行参拜之实 感谢张建从日本发挥的报道 感谢张建从日本发挥的报道 感谢张建